廖盛文七役創作展述与目前在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展览室举行 在展览期间除了有静态展示之外 还在开展日在主展览室举办企划体验课程 免费提供20个名额 让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体验生活公益的乐趣 细心教学认真回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 目前台东生活美学馆展出的廖盛文七役創作展术宇 工艺家廖盛文特别在开展日举办企划的体验课程 希望让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与妻互动 非常地诚信 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 真的觉得很好 所以真的是有机会要尝试 加入现有的材料 用现代的方式来创作 离写漆的习性找到它的可行性 让更多人可以接近奇异之美 画一个圆圈 然后这个圆圈我都多描绘几次 我不是一次用力的 这个是鱼刀 所以这样一张就变成一个印章 这个七具粘性 它就可以去撒粉粘活 它就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就像这边这样 那也是 七工艺的存在是这个材料的可贵 我们现在在讲述球的环保绿工艺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在自然界有这么好的材料 为什么大家不用 因为大家不了解 所以如果经过所谓的设计 然后重点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 我相信每个人的选择 他绝对会选择是好的 就像廖盛文一直在说的 七工艺的存在是这个材料的可贵 而他在寻求七工艺结合 现代生活运用的可行性 从七数歌曲天然之意的生期 绝对有它存在的价值 而维护和保存它的价值 就像是廖盛文的使命 记者陈如台东市报导 这里有一季的我想让人一页 我有点明 Prior 三混音 然后 거야